韩国少女时代早前结束了新歌的宣传期 成员们再次恢复个人活动各有各忙 不过10月10号他们又再合体 现身公司造型师徐秀敬在首尔江南区举行的婚礼 由邵氏出道开始 徐秀敬已经负责他们的造型 所以跟邵氏的关系也非常好 除了正在为自己solo专辑宣传的太爷没有出席之外 其他7名成员都有给面子到场祝贺 他们还精心打扮成的漂漂亮亮 差点抢走了新娘子的风头 有网民公开了几张婚礼现场的图片 少时成员除了给面子现身之外 还为一对新人唱祝福歌 成员们还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在台上整股作怪摆出奇怪pose非常搞笑 而成员秀音跟Tiffany也有在SNS公开跟新娘子的合照 另外Shiny成员Key和Secret成员全校圣 乐同音乐家等歌手也有出席 三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韩国少女时代早前结束了新歌的宣传期 成员们再次恢复个人活动各有各忙 不过10月10号他们又再合体 现身公司造型师徐秀进在首尔江南区举行的婚礼 由少时出道开始 徐秀进已经负责他们的造型 所以跟少时的关系也非常好 除了正在为自己solo专辑宣传的太爷没有出席之外 其他7名成员都有给面子到场祝贺 他们还精心打扮传得漂漂亮亮 差点抢走了新娘子的风头 有网民公开了几张婚礼现场的图片 少时成员除了给面子现身之外 还为一对新人唱祝福歌 成员们还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在台上整股作怪摆出奇怪pose非常搞笑 而成员秀英跟Tiffany也有在SNS公开跟新娘子的合照 另外Shiny成员Key和Secret成员全孝盛 乐童音乐家等歌手也有出席 三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